近日,美国陆军女部长沃姆斯公开叫嚣 他说呢,如果我们要与中国开战 美国不会单独开战 而是与盟友一起和中国作战 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朋友 而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多盟友 说得很自信啊 当然呢,他这有明显的一个挑衅一味了 为什么会这么嚣张 我想啊,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俄乌战争中 美国看到了自己盟友的力量 你看,不管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 还有英国等这些北约国家呢 宁愿买美国的高价的油器 也要跟着美国走 北溪二号这给炸了 明明呢,调查是美国的事 但是呢,他们仍然是跟着美国走 你想想,美国当然就很有信心了 是吧,就让他吃亏,他都认我 这样的兄弟就该让他上前线去打冲锋去 给我多卷取点利益 第二,他在我们国内分化了一批人 这批人呢,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妹美,甜美,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柱 我这几天就感觉特别明显 一说美国不好,下面很多人在那里 给美国辩论呢 说是美国这好那好 归来归去 最终责任都成我们自己的了 是吧 你像这些人说起老实话 我感觉原来吧 我看了一个很早的时候看了一个小说 好像那个作者我就记不清了 他说呢,中国旧社会的兵匹 兵游子 说这些人吧 爹娘可以不要 但是呢 祖宗不会不要 就是你再打,再啥 他也承认,我是中国人 不行 你要是打中国就不行 但是呢 他们在平时当中 可能也是做一些 违非作歹 做一些坏事 但是呢 一到大的这个节操上 立场上 他们也不含糊 是这样一批人 现在呢 我看美国策反的这些人啊 连这点气节都没有了 他们就连祖宗也不要了 第三 日韩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呢 对于美国的拥护 他们用行动给占了队 是吧 你看日本最近在台湾这方面 他们支援台湾也好 战队台湾也好 都是为蔡英文政府给助力 是吧 这就是声明 自己就是美国的一个小走足嘛 就坚持 坚决的执行美国的意图嘛 是吧 这也让美国呢 感觉有了底气 有了信心 同时呢 你像韩国和朝鲜的一个 紧张局势 当然这也是和美国有关 也从而呢 让美国感觉 通过这个紧张局势 让韩国对它的依赖心 会越来越高 第四 我们一贯的中立立场 使得我们失去了一些铁杆的朋友 有的时候吧 你 没有态度 说我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 你就没有铁杆的朋友 你哪方你都不是不得罪 反而是哪方你都得罪了 这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立场 第五 他们呢 逐步 推动台海的紧张局势 想通过呢 代理人战争 把中国拉下水 从而使拜登政府 连任的时候呢 毫无阻力 你看现在特朗普 一个劲儿的要 叫嚣着要挑战拜登 拜登呢 感觉特朗普的支持者也非常多 他也出头 所以说呢 他想通过这些代理人战争 把世界局势搅乱 这样美国呢 就战事总统嘛 他就连任就一点阻力也没有了嘛 这也是一个办法 其实呢 面对美国的挑衅啊 这个让我想起 很多年前啊 我在深圳的一 一件小事 那时候吧 我经常去四海公团玩 也认识一些人 有一个朋友 在那里交伞打 我 我们也都挺熟 我有一次拿了一副拳套 自己去那玩嘛 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说小马呀 你要是拿上两副拳套来 我就能和你打打的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想跟你玩玩 我说 行啊 我第二天就拿两副拳套去 去了 咱就不用等人家说了 我就说给你副拳套 带上拳套两个就开打 应该是四拳吧 第四拳把他打躺下了 起来以后坐在那里 马上那个脸色 你明显看出来 他教咱打 给他打的 让他起来 他坐一会儿又说 又打 我说可以 他在 学生在旁边这儿看着 没几下 一看他直接 他盯不住 我说算了 但是呢 他那种情绪 能明显地看出来 一打 他就是不行了 所以说啊 我感觉对美国也是一样 你不要一味地就是 不去惹他 他就挑战 挑衅 该回去 一定要回去 一定要把他打 就把他打开 这样呢 他打错了 他也就行了 美国人啊 基本也都这样 和日本人差不多 日本人为啥不承认 说是中国战胜了他呀 就是中国没往日本 扔原子弹嘛 是吧 美国扔了两个原子弹 美国成日本的太上皇了 日本人看到美国人 都快叫爸爸了 是吧 所以说呀 这个事儿 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